那我就往这边走了 哥姐妹哦 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在你呀 你看是不是他没家呀 奶奶又在一边是不是来的呀 我问一下啊 杨苏涵 是不是你呀 哥姐妹哦 好像一家人在这里 是不是 是不是你呀杨苏涵 你找我呀 爸妈真的是杨苏涵 五五六年的时间没有见了 我感觉他又长高了嘞 好像 苏涵真的是你吗 怎么是你呀 你都没跑到这里来了 哎呦就是 我呢是前段时间发了个朋友圈吗 就被我们以前的那个同事看到了 他就为了我们的事 然后呢我就一五一十的把我们 就是你回来的事 前几年你回来的事告诉他了吗 然后的话 他就把你们家的地址就发给我了 我就连夜的就来到你们家这边 你特意来找我的 是啊特意来找你的呀 我有什么事吗 哦就是有一个人的话下个月他就是就是他的生日来的了吗 之后的话他叫我呢来找一下你叫你呢陪他过个生日 谁呀 谁呀 哥姐姐没有待会假如我突然把这个锐锐的照片拿给他看的话你没说他还认不认识呀 一天前的话是很小心的话都长那么大了是不是 我们也想看主播你们也想看吗哥姐们你们看一下像不像像的打个像啊不像的打个不像 你看嘛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人他想见你来的了 就是这个人 就是这个人 不知道你现在对他还有没有印象哦 哥姐们他怎么会看了他看了那个水水的照片又看我呀 你没说他还有认不认识 认识打个认识啊不认识打个不认识 那时候的话才一年多现在的话都是马上就要上小学了马上就七岁了下个月的话 爸妈你们看一下他是照片上好看呢 还是我今天看到人好看呀 今天看到的好看就打个好看啊 你你你看得出来吗 跟你有点像啊 跟我有点像啊 你再看一下那个高鼻梁和那个大眼睛浓眉大眼你看一下像谁呀 哥哥姐姐们他还那个翻开那个拉大来看 估计的话他不知道认不认识哦是不是 爸爸你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打个赞 老妈你在不在直播间 锐锐的话你没在宾馆里面的话休息好了没有啊 他醒了没有没有闹吧 怎么了呀 跟你有点像啊 我爸我妈都说他那个高鼻梁啊 还有那个 就是大眼睛的话浓眉大眼的话特别像你的呀 他不会是瑞瑞吧 他就是瑞瑞啊我还以为你不认识了 他怎么大了 那肯定嘛下个月你知道吗下个月四月份就是他的生日了 七八月份的话他开始要上学了 就是他还这样说我有的时候现在老聪明了说 趁现在他还没有上学的话他要来就是想让你能陪他过高生日来的吗 那你知道吗你没见那里离我没这里那么远吗 而且我我以前好像听你说的从你们那里过来到我们这里吗可能都要 二三十个小时的 这么远我怎么可能去得了 哥姐妹他说我家那里太远了他去不了 你没说从湖南到贵州远不远哥姐妹 远的打个远说实上那时候交通不太便利的时候的话 开车的话要二三十个小时 山路十八王的真的有点远 但是现在的话 我们那边的话哥姐妹这次我开车过来 高高速也通了吗才开了十个小时左右 中南高速那个高铁也通了 我看到一下只要三个都三个来小时 你们说远不远啊哥姐妹 远的打个远不远的打个不远 你们说我要不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给他说我们那边的发展起来了 不是像以前一样了 很快的啊 是的哥姐妹是的 那你们要不要给他说一下哥姐妹 说不说 他搞那个我也不知道搞啥 说一下小伙子呀不太远的啊 好的哥姐妹那我给他说一下 那苏涵 就是 现在的话我跟你说这次的话我是开车过来的 开的话开了差不多十一个小时 我们那边在几年的话发展老快了 高速也通了 这个高铁现在也通了刚才我查了一下高铁的话现在到从我们那边到你们这边的话只要就是差不多了 所以呢 现在 以前真的如果没有交通不便利的时候上路18万的真的有点远当时现在的话不太远了吗 你给我说通那些说实话现在我们的这边嘛都在忙那个装家啥的 而且而且过几天吗我也要出去上班去了 你给我说这些通了我现在也去不了 哥姐妹他路通了他也去不了 刚才的话我太高兴了一时把这个事忘记给他说了 我打我也给大家说吗刚才的话我把我爸爸妈妈带过来的是不是 瑞瑞他们的话因为会晕车的话我离他们呢十多公里外的一个镇上给他们开了一个房间就他们在休息顶着我 哥姐妹我要不要告诉他呀 说我把我爸爸妈妈带过来了叫他和我一起去接一下他们 爸爸你再不在直播间 再的话打个赞 老妈你再不在直播间再的话你扣个一 你们说我要不要告诉他刚才一时高兴了把这个重要的事忘记了 说的打个说个就没 说呀要告诉他呀 有好吗好吗 小孩你在这搞什么呀 没有弄啥吗 没有弄啥吗 就是刚才的话我 刚才的话我跟你说我我看到你的话太高兴了 忘记给你说个事了重要的事 什么事呀就是我再次过来的话我是带着我爸爸还有我妈妈还有瑞瑞他们的话一起来的 你把他们带过来了 是啊 给我他找啥呀哥姐妹你你找什么呀 你不是把他们带过来了呢 我是他把他们带过来了吗但是我跟你说嘛 他们的话也会晕车吗以前我也给你说过的我两个在深圳认识的时候 我呢就是你你们一家十多公里外的不是有个镇上吗 我看到那里有个民宿我就给他们开了个房间就他们在那在那休息等着我 现在的话他们搞不好还在直播间我叫一下他们 爸爸你再不在直播间在的话打个赞 老妈瑞瑞你们呢 休息好了没有瑞瑞醒了没有你在直播间的话你刻刻意 你看一下小韩的话五六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以前的话你没只看过他的照片 你看一下他现在是比较漂亮的还是以前比较照片上比较漂亮呀 要不我就叫他呢 来接你们啊 你们不是说去他们家的话有事和他的爸爸妈妈商量吗 和这位的姥姥姥爷商量吗 那小韩 刚才你说嘛你去我家那边的话太远了 但是这次我爸我妈的话也被我带过来了 他们也想来你们家呢 就是 商量一下我们的事 要不我哪个现在去接他们过来呗开车的话也不远十多公里是不是 说实话你把他们带过来了吗现在 现在我也不方便去 现在也不方便去呀 主播福袋在哪里在左上角 在左上有个福袋啊 哥姐妹他说他不方便去 刚才一个姐姐说五年的时间的话可能会发生很多的事 那怎么办呀哥姐妹我这次的话是不是来的有点唐突 是不是来的有点冒失呀 五年龄八九个月的时间了快六年的时间了 现在的话他会不会有新的生活家里面的人呢 或者给他介绍了这个就是男孩子认识了 你们说我要不要问一下 不要待会他为了我自己的事来的话 是不是那个不小心的打扰到别人 都说那个另拆时做什么的哥姐妹啊是不是 不悔一桩什么的哥姐妹 那 你们说我当不当讲当不到问呀 你们给我出出主意 问的打个问 不问的打个不问 如果他真的什么来的话我就 感觉 我我那个不好说了 他是成家了 有那个 真的吗哥姐妹 那 问一下呀 好吗那我给他说一下啊 小韩 就是几年的时间没有见了吗就是 刚才的话 我今天来的是不是有点突然啊 有一个是不知道当不当讲当不当问呀 什么事呀 就是你现在的话你有没有就是这个 哦就是新的生活呀家里面的人的话有没有给你介绍男孩子认识的呀 叔叔那你知道吗我现在话都老大不晓了那你说 经验是要等货啊 反正就是 每次嘛我从外面就是说 上班回来嘛他们 亲戚呀朋友啥嘛 你就知道就叫我去给你 说去给你看一下那里去看一下的嘛 然后 我都没同意嘛 后面嘛就前几天我小弟就给我妈打电话说 所以既然我不愿意出去嘛那 商量说今天嘛 就是会带 会带一个人大门家里来看 小孩 你的意思说现在你就是一个人吗 就是说还是单身的吗 我现在是一个人呀 哥哥姐姐们你们听到了没有啊 老爸你们老妈你们听到了没有啊 刚才他说他还是单身的这样 我听到我的话我感觉我老开心老高兴了 你们替不替儿子开心高兴啊 这样的话是不是我就有机会了哥姐姐们 但是他后面又说他的小姨的话要带一个相亲的对象过来 说他不出去和别人相亲的话人家要带一个过来他也老大不小了 我带我想的话叫他叫他给他小姨打个电话 省得待会儿呢两个男孩子 就是碰在一起了大眼对象一样那老尴尬了 你们说打不打哥姐们 我也想给自己男争取一下幸福来的 是不是 打的磕三个一哥姐们哈 有什么建议的你们打的公平上了 我呢 听一下你们哥姐们 要打哦 主动一点 好的那我给他说一下 小韩 刚才听到你说 就是你现在的话就是还是 一个人吗 我真的老开心老高兴了 那 我跟你商量个事呗 要不你给你小姨打个电话叫他不要把你 把他要带的那个相亲的对象带过来了吗 省得待会儿的话我碰到那个男孩子的话 两个大男人在一起 是不是碰到在一起老尴尬了大眼对小韵的 这个你叫我打的话 这个我怎么说啊 因为这事都是他们一码提前商量好的嘛 就是我不愿意出去又带到家里面 你说你现在突然过来叫我打 说实话我怎么好打呀 而且可能人家都已经到路上来了 现在我怎么说呀 主播我们也想去看一下你为什么要叫他打呀 哥姐们你们也想去看一下那个男孩子吗 我呢刚才还有个小秘密没有告诉大家哥姐姐们啊 我为什么叫他打这个电话因为现在的话 我也是一个人哥姐们 我也是单身 刚才说他还是一个人吗 他还未嫁我还未娶 所以呢我想给自己男争取一下幸福 也想给我们就没嫁到热热的话一个微浪的小窝 直播间哥哥姐姐事实阿姨支持我的打个支持啊 正常你们说我要不要把我单身这个事告诉他呀 看他们会就是说 看他有什么样的反应 会不会像有一首歌歌词里面呢 要说的是什么新回新转意的 你们说我要不要告诉他我现在还是大声的 我看到他我真的是怎么说呀 那么多人支持我说好话你说了搞不好 待会也要去接那个 那我我我那个我说一下啊 那小韩 就是我跟你说啊 刚才我给你打叫你给你小姨打个电话的话我是有原因的啊 因为我刚才还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事事呢没有跟你说 就是我的话现在的话 刚才我不是听到你说你现在是一个人吗 我现在还是也也是一个人来的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呀 是啊 我以为你早就有了新的生活了 所以呢我才叫你呢给你那个 小姨打个电话是是是这么回事的吗我也想给自己呢争取一下幸福我也想给瑞瑞南一个微浪的小窝 但是你说你叫我打的话说实话吗 我也不知道你今天会突然到我们家里来吗如果说我知道的话 我也不会让他们来的但是现在 现在你突然叫我真要给人家叫人家不要来了说实话我真的不好说 而且吗听我爸妈的意思吗 就是我对那家里还挺满意的所以现在我也不好说 哥哥姐姐妹呀 他说的这个刚才有的人说了 先去把爸爸妈妈接过来再说人家来的话人家来他的个人搞个人的事 那要不我就先叫他和我去接我爸爸妈妈过来吗 爸爸妈妈的话 也坐了那么长时间的车走了几千公里 是不是 人家来的话不可能的话把这个门给关上吧是不是个姐妹 你们说行不行呀 待会现在的话八点半了啊待会的话早点接过来的话是好事 是的呀要要那个啊 好吗那我给他说一下啊 那苏涵 要不你说你那小姨带人过来的话 也不 也你说也不好拒别人有余门外吗 要不我们先去把我爸爸妈妈他们接过来 他们也坐了一两千公里一两千里路吗是不是两千 你路的这个车 瑞瑞的话也没有见过他的姥姥爷 我爸我妈的话再次的话 也是来你们家的话就谈一下我们的事来了 那你知道吗 你们都是第一次过来哈 你说你现在 这样带着他们来吗 说实话 那么远的路吗 千里跳跳跳也不容易 那要不就这样子吧 他们的话就 就先叫他们不要过来了 你竟然都到这里来了吗 你也知道你没见过他们 他们也没见过你吗 你是第一次来 要不 要不我就先带你去见一下我爸妈吧 如果说他们 他们同意让我去看的话我就跟着你去看一下嘛 如果不同意的话 你就带着他们回去吧 哥哥姐姐们 他说这个行不行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先让我去他们家和他的爸爸妈妈的话先沟通一下 如果瑞瑞老姥也同意的话他他在跟着我去 你说我没先不先去 去的大哥去哥姐妹 不去的大哥不去 你们给我抽出主意 爸妈那我先和他去呢还是怎么办呀来接你们呀 你们说怎么好 先去吧 哎呦那那我给他说一下吧 那小韩 那你们家还有多远啊要不我们就先去你们家呗 他们都说省得待会的话碰到你小姨带了带过来那个男孩子的话真的老尴尬了 你的意思是你你愿意先和我去看是吧 先去看一下嘛 现在来的来了是不是 那行嘛我先带你去看一下嘛我们家的话进到村就到了也不远了好吗好吗 有刚才我看到有一个姐姐说他说 他说那个熊宝贝呀带着你爸你妈去 人家的家里面的人男才说你们家对这个事的话重视 带着667的话 成功的距离要大一点 真的吗哥姐妹 那你们说怎么办呀 你们刚才说这个也有点道理哦因为爸爸妈妈的话年龄要大一点 愿力也比较丰富一点是不是 先去的磕三个一个几买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的磕三个二 你们给我出出主意待会到我和他就沟通商量一下嘛 福带没有了你说了半天没有福带了吗 哎呦哥姐妹真的没有福带了 那哥姐妹啊没有抢到福带的可可一啊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 呃哥姐姐叔叔阿姨呢把新人打在公屏上面 我先给大家充个6000的给你买充个6000的福带 我们那就先往他先去他们家那 先先去他们家啊要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才好 真的吗哥姐妹好多人都这样说 那我给他说一下吧哥姐妹我给他说一下 那个 小韩 就是说 就是说刚才我直播间的有的哥姐姐叔叔阿姨给我说他说叫我带着我爸爸妈妈带着瑞瑞一起去你们家 这个把握要大一点你们家里面的人的话 才会说我没加当对这个事的话比较 就是看重比较在意嘛 他们的年龄也要比较大一点嘛 这个经历呀愿力也比较丰富 再说我爸我妈也是过来说我们这个事的 那你也知道吗 你爸妈呢也是第一次过来吧而且他们双方老人都没见过面 你说你今天嘛突然你们都过来了 我是怕你带他们去啊我爸妈还是像以前一样嘛 就是说 不带他们 他没啥子嘛而且说见了面嘛说点什么不好听的话 那大家都 大家都尴尬嘛 我的意思是你竟然都过来了嘛那你没见过他们嘛他们也没见过你 你是第一次来我就先带你去见一下 如果说他们高兴 统一让我去看我就跟着你去看嘛 如果说 愿意让他们来的话就去把他们接过来嘛 如果 如果都不愿意的话 你就带着他们自己回去吧 哥哥姐姐们你们听到了没有啊 我感觉他说的这个也有点道理啊 也是我先去探一下头就是打打头转探他头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和睿老老爷如果是沟通好的话我再去接我爸爸妈妈 如果是默默事事带着去的话 万一人家不待见的话爸妈妈不是老尴尬了吗 他们也50多了是不是 你们说他说有没有道理呀跟你们有的打个有啊有的打个有 哦这个就是你们家了吗 哦哦这是你们邻居家呀 对有道理的先去 啊去带礼物买礼物 哎呦哥姐们感谢你们的提醒啊刚才的话 我跟你们说一下吗哥姐们 就是我来的时候的话我也是带着那个礼物来的 买了在那个百货商场里面带了很多 我爸妈妈还买了那个8加1 之后的话我的话也给他带了好多他喜欢吃的零食 我叫他那舒寒 我跟你说嘛 我请你帮我干嘛呗 就是待会的话你 待会的话你帮我去那个车车子那里去拿下礼物吗 拿礼物啊 你说拿礼物去我没家呀 那空着手去怎么去吗那不好意思呀娘手空空的 礼物就不用了 说实话你你今天就要突然过来吗 哎呦我是怕我爸妈妈他等会见到你啊如果说还像以前一样不在家里啥的 你如果不让你进门如果说你你你要带着礼物去 万一他给你扔了怎么办 所以说礼物你就不用带了你就这样子去看看他们怎么说再说吧 哥哥姐姐妹他叫我这个礼物不要带了说怕我带牛去被他的爸妈妈扔了 两手空空的去也不太好呀但是 你们说这个牛带不带哥姐妹 带的打个带啊不带的打个不带你们能给我出出主意 主播你不是发福袋了吗在什么地方呀 哥姐妹在是福袋你们没有看到吗哥姐妹 有不会抢到我教下你们吧啊你们给我出一下主意 我们左上角呢有个红色的开关啊给你们因为大伤深处你们没有按的我们按他一下 就出来个金黄色的爱心就点击这个福袋 啊发表这个评论 发送成功了之后里面呢就是啊你参与就行了每人30块的啊 哥姐妹你们给帮我说一下带不带吗爸爸妈妈你说带不带呀 他说我带过去万一被扔了那不那就不好了 但是我是有这样想的哥姐妹你们说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啊 我想的话这个礼物一定要带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他们家 两手空空的话也不太好 再说了人家说他们那是长辈啊也是瑞瑞的姥姥姥爷 就像爸爸妈妈一样的 不带礼物的话人家说成何体统吗 被他们邻居亲戚朋友知道了 再说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说 礼多人不怪伸手不打笑脸人呢吗 之后我感觉 我这个礼物我一定要带因为带不带的话是我的态度扔不扔的话是他们的事 我只能管好我自己啊不管他没了 你们说我这个想法对不对的呀哥姐妹 对的打个对 我还是想请娜娜帮我去拿一下礼物 网络有点卡了卡了的话左上角啊给你买左上角还有13个没有点红色按里的 要带的啊对的啊对的吗哥姐妹 对的话那就那就我给他说一下吧 那小韩 我直播间的哥姐姐叔叔阿姨都说叫我去你们家的话 还是要带点礼物 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一次来你们家 你叫我不带礼物两手空空的去的话真的不好意思 再说了 他们的话也是长辈也是瑞瑞姥姥姥爷就像我爸爸妈妈一样的 你叫我不带礼物去你们家 到时候被你们的亲戚朋友知道了 人家说 我这个人的话 那么大的一个大个子是不是一点理数都不懂 再说了俗话不是说你都人不怪的吗 所以的话这个礼物我一定要带过去 因为我感觉带不带的话是我的态度认不认的话是他们的事 我只能的只能做好我自己 所以呢还是请你帮他帮我带一下礼物吗 我也知道吗你的话 有你都考虑给那个 哎呀 那个那 你竟然都这样子说了要不就这样子吗 就你就随便去带一点吗先去看一下他们态度再说吧 那我停车的那里你你你以为家的话顺不顺道呀远不远啊 你停在哪里啊 我停在那个进村的那里有一个就是说 有一个 小篮球场上面好像就是有六七个停车位的花的花在上面的那里 你你说的是就一军村村就别没上那里是吧是呀 那那哥都也不愿意 好吗好吗那我们先去嘛啊 待会碰到了那就老尴尬了哎你看一下我爸我妈给我们给我发了个信息 叫我拿给你看 你看一下行不行 人家为什么那个脸红了呀主播 哥姐妹我爸我妈那个发信息他看到就脸红了 我妹也想听你告诉一下我你们也想听吗哥姐妹 我就是想着想听他打个想听啊哥弟妹 刚才刚才我爸我妈说 如果他同意的话给我没补办一个婚礼来的 他一下子就脸红了害羞了哥姐妹 那个小韩 就是刚才我爸我妈说的这个你说行不行啊 这个 哎呦说实话嘛 你知道哈 就当初 当初我们两个就是刚谈的那会儿嘛 就给我爸妈就是我记得嘛 就给我爸妈商量过 就说我们两个嘛 那个时候就想办一个婚礼来了 然后他们怎么说的都不同意嘛 就嫌你们家那里太远了 那你说我们两个都分开那么多年了嘛 你突然过来说 不办婚礼 说实话 我是怕他们听到了吗 这个就更不高兴了 哥哥姐妹 老爸老妈你们现在是不是在我的直播间呀 他说的这个话你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大哥听到了 我呢也想给你们商量个事啊 这个呢也是我的一个想法 你们呢听一下看适不适合啊 适合的话你们就打个适合 哥哥姐妹那里面也帮我参谋一下啊 看这个事呢 我这个想法呢 看实实际不实际啊 就是待会呀 我呢去到他们家 见到他的爸爸妈妈的话 动之以请小智一里的给他说一下 如果他们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在一起的话 我想的话哥姐妹好带着他们的话 一起的话就是去那个县城呀 给他们买点衣服买点鞋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他们家这边嘛 也不知道他们穿多大吃嘛 然后呢一起在外面吃个饭 沟通一下我们的事 看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呀 或者是要多少的彩礼呀 如果都行的话 我爸我妈说 给我妹补办一个婚礼嘛 到时候邀请双方的亲戚朋友呀 一起热闹热闹一起聚一下 你们说行不行哥姐妹 行的大哥行 这个不行的大哥不行 可以的啊 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了 真的吗哥姐妹 那小韩行不行呀 刚才我说的这个 刚才我说的这个行不行啊 就是我待会我两个去你们家 我两个的话动之以请小智一里的 给你爸爸妈妈的话就说一下嘛 如果他们同意我们在一起的话 我想带他们去那个县城呀 给他们买点衣服买点鞋 你知道我第一次来你们家 我也不知道他们穿多大的吃妈妈 然后的话他们都同意都 都行的话我就是我想就是在我们呢 一起在外面吃个饭 就算他那和我爸爸妈妈他们沟通一下 看你们家来对我们呢有什么样的这个 就是想法呀或者要多少的彩礼呀 如果都沟通到位了的话 我爸我妈刚才不是说给我妹补办一个婚礼吗 到时候他邀请双方的亲戚朋友呀 一起热闹热闹一起聚一下 让你们家的人难知道我们家是在什么地方的 也让我们一家的人难知道你们家在归定的是什么地方 你说好不好 说实话你现在给我说这个的话 我现在真的没办法跟你答复什么 我的意思反正就是先带你去我家嘛 看一下我爸妈怎么说的再说吧 好吗好吗 主播不要发福袋了哈 待会去他们他他们家的话都带点礼物 让人家多包个红包 谢谢哥哥姐姐们的支持啊 谢谢你们的给我的意见 你们都那么支持我哥姐妹哈 那还有多少人呢是没有抢到这个福袋的呀 没有抢到福袋的科哥一个就买 直播间的话人来人往的像一个超级市场一样的 啊新朋友的打个新人两个字 我先给大家能冲上一个一万的一个福袋哥姐买 问一问他们家那边的话又要多少彩礼 好的哥姐们待会我问一下啊 待会我来问一下 我先给大家能把这个福袋安排上再说 安排了哈哥姐买已经安排了 啊不会抢的话 我教一下你们刚才有好多人说不会抢这个福袋啊 我们左上角在里有个红色的开关 看看看到没有哥姐买我们能先按一下 按了打了个歌啊 出来个金黄色的爱心 最后点击这个福袋对 发表这个评论 发送成功了之后呢 啊你参与啊 每人30块的哥姐买可以提到你们的抖音零钱包里面去的啊 在抖音的商城里面消费的 那我问一下他把哥姐买哈 问一下他那小韩 那待会的话去到你没家的话像你没这边的话 我们直播间的哥哥姐说也都叫我问一下 你们这一顿边的话要多要多少这个采你来的呀 财你啊直播间的哥哥姐姐说说也你们当地的话也都要多少这个采你来的呀 都打在公屏上面看一下我们中国的哪边的采你要高一点哪边的这个采你要低一点 像我们这边嘛 像哎呀反正就是说 我姐嘛就是那个时候我姐不得给他 就是来的时候呢就给 给了他们就是说两两千八百八吧两千八百八呀 那那你姨妈就是带过来这个就是商量好没有说如果成的话要准备打打算给多少多少采你呀 这个倒是还没商量反正只是听说 听说嘛只要我没来嘛就是说两个人都看对眼的话 就是说到时候嘛 就是多给一点然后 是听我小姨给我妈说的话人家愿意给吗就是六千八百八 六千八百八呀 哥姐们六千八百八不是一个月的工资来的吗是不是 爸爸妈妈 那待会的话我没去他没家的话我们也至少要给多我自己也有点积蓄啊要不我就给他六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吧哥姐们你们说行不行呀 因为我家也是农村的这个的话也是我的一点小积蓄大家瑞瑞的话也不太容易 你们说好不好 好的打个好啊 刚才还有的人说说主播呀我呢想给你送个灯盘怎么送啊到时候去你们老家看一下 有这个姐姐 送个灯盘啊要去我老家看一下 有那我教一下你啊你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位置呢有个金黄色的爱心加翅膀嘛就点进去 就那下面有一个赠送一个灯盘啊加100的亲密纸我们呢按一下赠送啊就行了 赠送灯盘有什么好处呀 哥姐们赠送灯盘的话第一的话我们就有亲密纸吗 就像朋友一样的交往多了他就会一级两级三级四级的这样找上去 还有一个事的话就是说哥姐们还有一个的话就是 你们喜欢我们祖国的大美猴上的呀喜欢这种农村生活的啊 以后的话我回老家开播啊不管去哪里开播只要我一开播的时候的话 你们呀在千山万水之外啊哥姐们啊 只要我一开播呢你们都能看得到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多远到我到我停车的那里呀 没多远了没有多远了呀 有哥姐没有 那那小韩我还有个事想问一下你哦 待会见到你爸爸妈妈的话怎么叫呀 是叫叔叔阿姨呢还是叫爸爸妈妈 还是叫这个 就是一爹一妈呀还是怎么叫的呀 他们才会开心高兴呀 哥哥姐姐妹妹说我怎么叫的话 他们才感觉我这个人的话的稳头一点 高兴一点呀是不是 我们这边嘛反正就是说 第一次过来嘛就是说没结婚之前嘛 他们一般哎呀反正都是叫 都是叫叔叔娘娘的 如果说等鸡老婚再过来的话 一般现在嘛都是叫爸爸妈妈 那像我像我这个情况的话 怎么叫他们才才开心高兴哦 我两个妈都变开那么多年了 说实话你现在问我怎么叫的话 这个这个我也不知道 哥姐妹你们第一次到去到阿姨家的话 你们是怎么叫的呀 怎么叫人家说这个小伙子才 就是才稳妥呀哥姐妹啊才靠谱啊 人家才会说 叫爸爸妈妈吧最好了 我第一次去你阿姨家也是这样叫的 真的吗哥姐妹 那有点害羞啊最主要是 叫了第一遍就好多了叫了第一遍就好多了呀 哦呦那就豁出去了哈哥姐妹 那就豁出去了 这也是呢这里是贵州啊 哥姐妹贵州 一个传统的古村部落 直播间的哥姐姐 事实话一难都是来自我们中国哪一种城市的呀 有哥姐们刚才我这个 飘了一下屏说我今天的话有这个站站的任务是 啊16万 哥姐妹那么多的哥姐姐 事实话一难支持我的鼓励我的 你没有空的话动动你没发财的小手呀 给我点上几个免费的赞赞哥姐妹 直播间刚才说今天点赞的话要16万来的哥姐妹 哎呦那么多人给我点 谢谢大家了哈哥姐妹谢谢你们 谢谢你没了还差五个人哥姐妹还差五个人啊 在哪里抢在这里抢呀哥姐妹在这里抢啊 还有四分钟的时间这个位置没有按的我们按一下 按了之后就去参与这个福袋 主播你出来让我没见一下你都没有听到都没有见过你哦 没有见过我吗哥姐妹 哎呦哥姐妹今天太紧张了一下子的话把这个正事给忘了 啊我早就应该呢就是出来呢和大家见面了啊 那见过我的磕磕一啊哥姐妹没有见过我的啊第一次来的我们那把 磕磕一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是没有见过我的呀 但是哥姐妹我的话长得肥肥胖胖的啊待会的话你没看我长得 长长得帅的话就打高帅看我长得扯的话就不要打扯了啊 要是什么东西飞到我那里去了 那么多人没有见过我呀 哎呦怎么了呀 想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你说嘛 马上到你停车那里了吗就你自己去拿礼物吧 哥姐妹他说马上就到我停车的那里了叫我自己去拿礼物 本来我还想呢叫他和我一起去拿的 让他们村里面的人呢知道我今天来他没家了 你没说我一个人去还是叫他和我一起去要哥姐妹 我也不知道他心里面的话是什么样的想法 是不是 还还有三分钟啊哥姐妹哈不知道的啊不知道的 刚才有的人说就是在你哥姐妹哈右上角在你又有个福的在那里 一起去要好一点哦小伙子 哦 那个舒寒 我族边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说叫你和我一起去 我也跟你说了吗 我没来的时候买了那个喝 满满一个后备箱的那个礼物 之后我两个去拿的话都要拿 应该要拿个三回左右 三四回 那你知道吗你停车在那的时候没村里的村客吗 而且希望没村那里嘛就人了人忘了 他们没事的话就喜欢在那里走一走啊或者是 坐着聊一下些啥的 你知道他们的话也不认识你嘛也没见过你 但是他们都认识我 如果说看到我带着你去的话 我是怕他们在后面嘛就是说 说来说去传奇看吧的嘛 我的意思是 你自己去拿嘛 我在这里带你说实话我也不好意思去 哥姐们你们听到了没有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停车到那里的话 他们到村那里人来人往的 之后万一去的话别人传奇传奇的话对他不太好 我感觉他说的这个也有点道理哦 因为你们都知道的吗是不是这个 农村的话人家说 芝麻芝麻绿荡的那点小事都会传奇报级那么大 他不像县城里面人家说三连五载的啊 门对门户对户的你不知道我家是干嘛的 自己呢 自己呢也不知道别人是姓什么是不是 所以呢 我虽然很想让他和我一起去 但是的话我也不能太那个自私了哥姐们是不是 我也为他考虑 再说了今天的话 他小姨的话要带个人过来 凑巧了我也今天赶到这边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呢我还是自己去吧 我没直播间哥姐是农村的打个农村啊是城市的那个打个城市 我看一下有多少哥姐那是农村的啊 有多少爷奶奶是城市的呀 哦这个也是正常的是吧 哎呦那小韩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感觉也是来的吗 要不 但但是你看一下我拿着这么大一个云台稳定器 那我要腾出手来的话就说 嗯去他提礼物那我就把直播关了啊 那你关吗我在这里等你 哥哥姐姐妹那我就先把直播关了哈 老爸老妈那我就先把直播关了待会 去到他们家看是什么情况我再给你们说 不关 有不关吗哥姐妹有的人说不关呀 你叫他聊天就就好了叫叫他聊天就行了吗哥姐妹 叫杨树凡和你们聊天吗哥姐妹 哎呦 那那行不行吗 你们说叫他聊天如果可以的话我给他说 叫他聊天就行了你这个人太傻了 真的吗哥姐妹 行不行行的打个行啊行的话我给他商量一下 叫他们那和你们上呃说一说啊聊聊天我就去了 行啊救救他你让他拿着吗傻蛋哎呦好吗那我给他说一下 那苏涵 我给你说个事吗 我直播你的歌结束啊也都说叫我不要关直播他们也想去你们家看一下 之后呢 你和他们聊一下天呗 聊天啊 这个我没太会 这个的话我跟你说吗他们他们问你什么你就打什么就行了吗 就像爸爸妈妈要接下来接下来亲戚朋友呢实实的实实实在在的给他们回答就行了这个没有什么费劲的事 那那行吗 行的啊 哥哥姐姐没有他说行啊那我请你帮我说个事吗待会你们帮我问一下他呢对我是什么样的态度 看我的话有没有机会来的啊 还是他小姨家的那个呢进水楼台先得月还是什么的 你先出来让我们看一下 丑媳妇也要见公跑好的哥姐们好的好的那我就出来了哥姐们你们看我长得帅的话就打个帅 如果看我长得扯的话你们就不要打扯了哈哥姐们 我就先出来和大家见一面 哥哥姐姐们大家啊早上好啊很高兴认识你们先给大家能鞠个宫啊哥姐们 先给你们鞠个宫感谢下你们 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哥姐姐的支持与厚爱啊感谢你们的鼓励谢谢大家 哥姐们在这个大山的深处啊我祝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叔叔啊爷爷奶奶啊 祝你们锦里面的家里呢身体健康样样好万事如意碌碌发 收到祝福的打到打上收到两个字 我们这里呢是红色的开关的哥姐们哈 没有交朋友没交一个朋友 那苏华你过来嘛我先早点去拿旅游去你们家嘛 哥哥姐妹把你们的家乡的话打在公屏上面啊 让苏华呢认识一下你们都是来自我们中国的哪一座城市的 看我长得帅的话就打帅打帅看我长得丑的话就不要打丑了 那你过来我跟你说一下 你不要害羞吗 他们问你什么你就打什么实实在在打 这里的话就是点那个关注的啊 红色的这里如果他们说卡的话这有点关注的就这里呢 如果是谁在这飘花草草的话你就给他们呀叫一下朋友 长个300个朋友500个关注是好庄庄去的 这谁谁谁在这里的话点这个赞赞的话 你能帮我感谢一下他们 那从这边过去的话远不远啊 我们给你过去摆个小盘就到了 哦那我就先去啊 你帮我招呼一下他们嘛 他去拿东西去了等他回来的话 哎呀等他拿回来嘛就去我家了 因为马上就到我家了 谢谢你们送的最好看啊谢谢大 这个谢谢你们 谢谢送的那个人气票 没你好你们怎么点赞赞妹妹 点赞赞你们就这样子粗粗粗嘛 以前我看他们就是说 加油啊好的谢谢你们 就是说就这样子点点点就行了哈 你们大家好大家对早上好啊 谢谢很疼哈 谢谢你们送的小星星哈 谢谢你们对他的支持吧谢谢 没怎么点关注啊也不会 关注我看一下谢谢如意送的小星星 谢谢那个大三星火花 就这个位置哈 在这里哦关注是不是这个呀 就你们看一下嘛这里没关注 你们关注一下就行了哈 在这里呢 这个位置 谢谢用父送的小星星 谢谢你们 谢谢快乐的我送的小星星哈 谢谢你们 加油啊谢谢你们的鼓励啊谢谢你们 谢谢方姐姐谢谢送的小星星谢谢你们 就马上到我没家了嘛等到拿过来我就带他去吧 谢谢木兰哈 谢谢你们 还有谢谢王送的小星星哈 谢谢大老正 谢谢你们送的小星星 没你祝你们在一起啊谢谢你们 谢谢李明慧谢谢你们送的小星星还有 哦谢谢你们哈谢谢送的小星星 哎呦谢谢芝紫花放开啊谢谢你们 还有女儿好好的这个小猴子有你们两个呢 哎呀这个怎么说就是说 嗯他没忙就是说突然今天过来嘛我就先带他去家里面看一下嘛 看一下我爸妈是怎么说的 如何你们呀谢谢你们谢谢 哦 芝紫花放开芝奇送的那个 你最好看哈到你家要说服你爸妈呀 但是我就是怕我爸妈妈就是说因为以前就嫌他家太远了怎么说都不同意 我说吧等会儿到家嘛我爸妈还是像以前一样嘛 不再见他或者说他还拿东西给他扔了怎么办呀 家有两个在一起谢谢你妹 没你最关键呀 哎呦等会儿我都不知道去怎么说 谢谢你妹 你对他印象好不好 那这个怎么说那是因为以前嘛就哎呀都方便那个才谈的嘛 现在交通方便没关系呀 现在江东的话确实是比以前方便嘛 因为以前听他说从没这里到他们那里嘛 都要二三十个小时来的就是太远了 从你没跪就帮我建设老婆们 这个 这个怎么建设呢因为这个哎呀我我我都不会做这种事嘛 你自己做主就可以了 你都看上他不 哎呀 现在高铁方便 现在的话这些都方便了嘛 老婆大你几岁 他的话 他是92的我是94的 就是说他大我两岁 都有了 结婚好好过吧 就所以说嘛就是他过来嘛 我就先带他去看一下我爸妈怎么说的吧 现在三小时就到了呀 三个小时其实也到不了的 因为像我们这里嘛你还要出去就是做其他车才能到高铁当里的 我弟弟我弟媳妇还是贵州的但是我妹是四川沿庭这边的哦 那也是远就是说也算远价的嘛当初他父母同不同意呀 我给你才你三十万 哪有那么多哟 你千万不要哎呦 知道了谢谢你没哦他来了 你跑慢一点哎 哎呦妈呦 跑慢一点嘛 不是我在那个 平常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也是在那拿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去去你没家的 拿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去我没家的来 一个阿姨一个年年轻的给我应该就是30左右岁的一个看上去那我也不知道我们先去我家吧呢 哎呦不先先先先先去你没家吧 哥姐们刚才在那个停车场吧碰到一个人也是在那拿东西啊不知道是不是去他们家的 那个种的我来拿啊种的我来拿 这太多了呦里面还有好多那个大米呀还有好多东西都没有带上来 哥姐们你们帮我问了没有啊 他现在的话对我是什么样的 哥哥姐们我有没有机会来的呀哥姐们 有的大哥有没有的大哥没有 你们跟我说一下 那我们先去他们家啊待会万一真的是去他们家的话 那长得那个那个老尴尬了 呦那个我来拿拿嘛 呦来我跟你我呦你慢点 太太重了那个我来拿一下这个 赶紧去吧到时候碰到了老尴尬了 我知道哥姐们我就是怕碰到了老尴尬了吗 前面他们家前面这里的话好多这个古老的房子哥姐们 而且后到前面的刚才好像我爸我妈还给我打了打了个视频好像还有点卡顿 你们看一下卡不卡啊卡顿 你们看一下卡不卡啊哥姐们 啊哥姐们 他没有到这边都卡掉了刚才我卡掉了 你用什么网友啊 我用的是中国移动哦 移动啊那那我们这边都是用那个连通的因为那山上吧就有个连通的卡卡就那你等等我一下你休息等我一下 你有那个卡啊他他没有太卡了 哎呦卡掉的话哥姐们我跟你们说右上角有个红色的开关 还有十几个哥姐是说还没有点的你们点一下啊点一下这里 因为抖音的话哥姐们哈 他的话网络卡的话会把你们掉出去了 你们呢没有按了按一下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 一 二 二 三 哥姐们那你们稍等我一下待会的话我切换完了大概花到啊五六秒钟的时间你们等我一下 怎么点红色按钮啊我没看到没有看到吗 哎呦只有这个位置哥你们看到没有我们按他一下就行了红色的啊 有红色的时钮啊 有红色的venidos 二